我要投機 以分析每週槓桿式投資產品 希望觀眾能以刀仔鋸大樹戰勝市場 節目主持人KC肥仔Eric 好 回到8月2日的第二集 我們講恆子 電腦 今次我想用少許波浪理論 首先我們先看一幅較大的圖 我不管了 我就當它這裡見了頂 五浪 之後我也不管了 當它這裡見了底 即是中間走到ABC我甚麼都不說 好 飛飛飛 現在就當它這裡見底 如果真的要數浪 我們可以當它一浪 這裡走一個複雜形態的二浪 即是現在走三浪 三浪的第一浪 其實已經標了很清楚 這裡三浪走第二浪 即是這裡走三浪的三 如果你這樣看 按比例 是否應該開始走三浪的四呢 所以就算有這個 我們有這個所謂的巨型頭肩底 這裏 巨型頭肩底 穿了之後 是會比較反覆的 我們的理論基礎 或者就算當你這個頭肩底 其實這裏 巨型頭肩底 其實我覺得這裏 並不應該說頭肩底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這裡走到頭肩底之後 頭肩底 上去 即是這裡其實是一個 次續形態 在這個二浪裏面 是一個次續形態 在這個次續形態裏面 這樣 這樣 這樣穿了 即是兩量的升幅 一格 兩格 一格 三格 兩格 三格 左右 在這裏穿 看看 在這裏穿 一格 兩格 三格 左右 23,200 23,200 既然是用一個持續形態去上去 都可以有條 因為說持續形態的三格 裡面 不一定是火箭式直上去 它可以反覆覆 長一點 這樣去的 如果它走 如果它走 那些字沒有了 如果它走四浪 如果有選擇 就可能會虧一點 但是我們不能捉 仍然是大方向 都是看好的 但是 如果用數波浪裏面 就可能會慢一點 但始終市場的整體 都比較好 即是 比較有力 即是看到 就算走四浪 也在這裏見頂 四浪 你看到這三、四天 仍然是相對較高的位置 不是馬上撒下來 即是不像這些 你看到這裏走 三浪 這裏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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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橫行一塊 這裏也好些 就馬上撒下去了 之後 這裏上完 就馬上撒下去 沒有橫行過 這樣的話 這裏都是 好像這些位置 相對地 這裏走完 可能會撒下去 當然不知有多深 因為這裏只有一個很小的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即是可以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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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說用什麼去馬上撒下去 我真的想不到 所以若要我撒下去 我真的會 即是找一些 可能會看陰陽燭 一些長下影線 臨收市前那天 就會去做一些 可以去做一個 我覺得會較為直撒的 好 之後便到其他東西了 日經 我們抽出來看 先放大一點 這裏特意是周圖 先把日經寫下來 可以 如果 會不會是一個 這裏是一個箱底 這裏是一個周圈圖 這裏不是一個箱底 一打 咬 即是這裏可能慢一點 再上去 這樣便可以更加抗人 一個箱底的信號 但現在 如果這裏 現在 我覺得未有的 你如果要 預測它 最多你可以猜到這裏 左肩 左肩 右肩 右肩 上去 好 我們開一下音量觸 對了 左肩 右肩 為什麼我會 其實開線圖 會減少一個 擾亂的情況 因為你在一些比較大的 貪生球 我們不想要看太多竹身 接着 这片一看短就要多看一些竹身 之前也是说 这里有一个头肩顶 穿了、倒了、箱底 倒了 完全倒了 所以 看这个日经 再想想想 恒指那边又开始调整 这边已经调整了 首先已经调整了 所以我建议都在等讯号 因为它也没有讯号 如果是可以当是奇形 炒得小的话 小小地玩 可以这样当 放大一点 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这次用线 类似是这样的东西 类似是这样的东西 如果它能穿到的话 你博来走到一个通道 可以玩一下的东西 但是 嗯... 可以玩一下 因为始终比较小 因为你的转细讯号 都是一块小 一块 大概一个月组成 也没有 三个星期组成的东西 如果它走到一个持续形态 我觉得 我不会 我宁愿会 就是我觉得大茶饭 那当然是 等到这个箱底了 对不对 但是没有的 如果你先收拾一下的话 你可以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持续形态 还有我们可以看看 这一天的阳烛 大成交 我们可以看看是什么事 就是那一天 就看到一个终极低话 不知道是什么事 星期二四 哦 星期二四 就是说日本 量宽放水 减少 都可以大阳烛升上去 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讯号 你想想 那天开市在这个位置 我们模拟回当场景 就是杀了下去 哦 不放水了 哇 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然后还要冲上去 冲上去 又减少 都是大阳烛升上去 而今天减少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你只这样看图的话 好像那些不利消息都 取态告诉你 是比较好 那就是代表 其实市场是比较好 就是 现在的反应是比较强 那可以做的 但是你先等它穿了 还有收穿 但是如果你只炒一个通道的高度 就是 就赚得很少 那如果你是炒一个 旗杆的高度 就多很多了 那自己可以 那时候再讨论 但是 是的 那这个是可以做奇形的 那这个是可以做奇形的 一斤 不是 刀子 好 到Dowse Dowse Dowse 自从我们说了 这个大型箱底之后 打滑 或者如果你用这里当 再打滑 这些 大概我们穿这一度 很高 好 好的 那这样 那这个就是 好确认一个 真的一个 开始一个 升级的讯路 那我们看回 箱底有多大 我们当作这里开始 这里是一年前到现在才穿 一年多 那一年多的箱底要走的话 起码都走三四五六个月 就是差不多 就是概略的估计 现在才能走一段时间 你也是当它 现在 就是奇形 奇形 如果能穿到的话 但始终有这么多支音竹 始终也没有达出领域 你看到这两支音竹比较突出 就是偏淡 跟日经比 反而它好像没有那么好 反而做美股的话 反而好像日股更直薄 就是日经 所以如果它穿了的话 是可以考虑的 好了 我们看看这么多奇形的道指 再看看恒指有没有奇形 恒指 你看到它又不是跌 即是更厉害 如果用三个比 那次 道指是跌的 已经跌着 中间也有很多支大洋竹 恒指呢 恒指有些跌有些升 但是 是打横走的 相反之下 就好像恒指有比较好 那我们再看一件事 我之前说过的 就是 如何找出最强 RSI 好 召唤RSI 看看 RSI 14 RSI是今天 今天 昨天 昨天 昨天是64 道指 57 昨天 昨天是57 那就是恒指相对比较好 即是恒指仍然较强 相对于环球 即是这三个来看的话 所以 如果做的话 是否应该做恒指呢 其次我们有计过直博率 又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只看RSI 就是日经相对的陪回是一个相对低远 会不会的空间相对较高呢 若果只用一个 即是 即是创新高 但其实创新高的影响是更加好的 很多人就会说了这一件事 即是说跌了很多 是否应该回来买升呢 当然它有一个空间在 但我们也要考虑另一件事就是 究竟 因为当你创新高的时候 你是说没有人有买货 全世界拿货的人都会赢钱 当全世界都拿货 赢钱的时候 就更加多人进去买货 而相反来 例如这里 可能是这里 很多人买了货 即是我们用一个行为心理 即是投资金融行为心理学 那你去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不然会有这些全部读书有的 在大学里面 我没有读过大学 中学也不能到业 在这一段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说 回家乡了 回家乡了 走啦 那就会有一段沽压 所以其实 美股就有这个强势因素 因为它是一个创新高 没有什么人有蟹货 当然了 仍然会有沽压 但这也是一个考虑因素 我们谈到金融行为 其实我没有了右边的电视机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分钟 因为你叫一叫麦 好 我们现在过了多久 十四 十五分钟 好 那便是金融行为 虽然时间继续 即是日本 Morgan Stanley的架子 话题很淡 但是现在的结果是 其实我没有看确实日子 即是偏向的场景是看淡的 它降弹完这一浪 我不知道它降到多高 但如果我们当作数浪的话 我当它在这里跌了一大轮 不理会了 那些什么ABC 我当这里是开端 这里走一浪 即是这里弄了很久 弄了二浪 很复杂 很复杂的形态 原本想到双顶 双顶 即是双顶的失败形态 穿了在这里 再上去 即是这里走三浪 走三浪 走三浪 三浪里面走三一 三二 即是会不会这里是三三 三四 走三五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在波浪理论 应用在一个期货市场的时候 很多时候 是会说 五浪是长于三浪 即是一浪和三浪的长度相弱 即是这里就对了 一浪 这里有一格 一格 两格 两格 三格左右 这里二浪完之后 有一格 两格 一格 两格 三格 多一点 相弱 我这个很概略地看 因为波浪理论 我不是那么烦 只不过我觉得 可以看到它有得应用 如果是的话 它会不会在这里走三五浪 虽然 师傅KC 它仍然是高度是淡 但是若是 去到这些 trend line 可以试试去买 大家记得很自洩 先说明 因为始终 和泰昌龙不配合 因为始终 亦都可以在这里 砌个箱子 订出来 但是 若是波浪理论熟 你可以用你应用波浪理论 如果我这样数得对的话 那会不会走五浪 或者相对调低少量 是否可以买上去呢 当然 你的指示要放得近 我说的 那去做一个考虑策略 但如果买金的话 不如买银 因为我们说 买银沽金 如果是数的话 这里是一浪 这里是二浪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这些可能就是三浪长 可能是一浪和五浪的高度相较 你可以量度回 14元到17元 14.5元到17.5元 即是3元 从这里算起 这里是19元 这里的低 可能是23元 相对地 当然 自己多研究一些波浪理论 如果真的要应用 做这个交易的话 而在银那里 我想到怎样画一条条线 你可以画得很过分 这样画 但是我觉得有点屈肌 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 如果你掃帮你 你可以这样掃 形态的话 就真的未看到 这里会不会构成另一个顶 即是这一段 双顶 始终是缺乏形态 还有补充多一点 其实这里是一个持续形态 就是 如果你当它是一个很简单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有点过分 有些朋友跟我说 他觉得这个是持续形态 所以之后才爆上去 相反我会当成一个 双顶的失败形态 穿了 之后买上去 但是记得 这些失败形态 是往往没有讲过目标价 去缺乏这些 就是这些data数据 当然了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就好像我刚才做楼界的时候 你便做一些分析 看过去是怎样 例如 过去双顶 好像没有双顶 失败形态 很难找 究竟是会升多少 你便可以做一个统计出来 拿回随容 或者你可以当在这些位置的时候 会做一个trend trading 所以在现在 其实一个这样上升的格局里面 我不会去看淡 除非是出一个形态 还有金始终比较确实 要做的 不如做一些JPY 那些 那还有呢 说起来少许有 好 一跪走就跪走 就是 在这枝竹里已经说 猜得了 穿完之后 那之后 即是很稳定的 这个 完全是一个 即是 其实之前都已经可以高 你觉得看 看 在IJMUKU 你这边 这边 这边 你便差不多了 这边 你便可以很稳定的 去猜 终于不停跌下去 那目标价是多少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个trend trading 在做一个trend trading 的话 怎样放止蝕呢 止蝕一 如果用IJMUKU 我们可以用完全部线 最后线 咬回来 说很高 不好玩 咬回来的时候 也不知道走多久 因为它爆到上来 如果明天的话 明天是这枝 你爆到穿上来 48元 那便死了 即是亏钱 赚钱也亏钱 其次呢 红线 基准线 绿线 这条绿线 是moving average 都可以用10,200平均线 你可以用这些位 转向 再加ADX 看着 为什麽15 不是14 咬向上 ADX 向下 可能逐步平仓 这些位置做一个止蝕 红色 穿基章线 做一个止蝕 转换线 一个止蝕 机章线 一个止蝕 可能分三次 或者两次都可以 但是因为油价 空缸很大 所以理论上 是差不多 如果再看周图 周图 现在始终在云里面 而且也快碰到这个基准线 我们可以 甚至去到这个位置 甚至去到这个位置 可以加上一部分糊 还有Fibolacci 亦是相约的 其实已经 蓝色线的位置 只要有50% 你当它调整50% 它可能也会弄一段时间 即是不会火箭 即是 转换线 不要自己股底股顶 我建议 都是宁愿 等它弹高一点的时候 你就立刻去平仓 即是 当那些ADX 或者咬的时候 出信号 这样 好 油价说到这里 回到这里 讲外汇 这一节到这里 好 泥膠玩得多 将泥膠和斑茄以后 唯一有见过没有呢? 韩国制造的香茄黏肚 可以用黏肚 搓出不同可爱的造型 曬干之后 就会立刻变成日常洗手用的香茄 香茄黏肚环保又好玩 又实用 又不双手仔 小朋友一起发挥创意 制造你的香茄啦 GOOD GOOD